图发新闻 华尔街日报 记者哀文 格审科维奇 获释2024年8月以日哀文 格审科维奇 弗里德 Evan Gershkovich Fried 华尔街日报 记者哀文 格审科维奇 自2023年3月起在俄罗斯被拘留 作为东西方囚犯交换的一部分已获释 俄罗斯释放了被错误定罪的 华尔街日报 记者哀文 格审科维奇 作为自冷战以来规模最大 最复杂的东西方囚犯交换的一部分战争中 他和其他十几个人 被克里姆林宫监禁交换 被关在美国和欧洲的俄罗斯人 其中包括一名被定罪的俄罗斯人凶手 格审科维奇 和其他美国人 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20分左右 离开俄罗斯飞机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一个机场 格审科维奇随后被送往土耳其巴士上的飞机休息室 有应虚假间谍指控被关押一年多 格审科维奇于1991年10月26日出生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拥有哲学和英语背景 在2022年1月加入华尔街日报之前 他曾任职于纽约时报 莫斯科时报和法新社 2023年3月 他在俄罗斯叶卡捷林宝执行任务时 被联邦安全局FSB以间谍罪名拘留 这是冷战以来美国媒体记者首次在俄罗斯因此类罪名被捕 格审科维奇在一次间谍审判中被定罪后被判处16年监禁 前美国官员推测 他被捕的动机是预期与其他地方被监禁的俄罗斯知名人士进行交换